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只小桃狗比较像是台湾土狗 头型偏三角形 有短短的耳朵 是打猎的好包手哦 小桃猪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哦 除了是饲养和狩猎的对象之外 我们也会用猪来祭祀 我的桃狗比较可爱啦 桃猪圆圆的比较讨喜 桃狗比较可爱 我动作敏捷又帅才是最好的 这些动物和史前人有着身后的关系 他们会把狗和人埋葬在一起 或者把动物做成桃器两侧 及桃盖上的把手 因此他们无论是在生活中 或象征意义上 都是人类的超级好朋友哦 这个好像皇冠哦 那个是戴在耳朵上的耳饰啦 这怎么可能戴得进去 它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 桃猪圆圆的很可爱啊 桃猪圆明明就比较可爱 这下子该怎么办呢 人兽心欲绝裂成两半 要怎么修好呢 桃猪圆明就比较可爱 桃猪圆明就比较可爱 umin上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